我只剩下我去检查是1块7毛1 然后这边剩下20块42分 总数接近48,000 现在是总数穿过了34,447块 现在是总数穿过了13,211块 就是那笔钱我还没有开始还带啊 还我的费用啊 就已经没有了 电话费我都还没划 还带还没划 他就开始打完了 所以我的生活肯定是受了影响 五年的紧急被用金什么都没了 所以你现在有换了密码啊 现在我的银行就是完全没有动到空门 那没有钱你还在换密码 大家知道我的情况咯 我不想像外界他们用股片的认定 我肯定是下载了某些软件或者link那些 因为这几天我收到很多不同的私信都讲说 这个王先生肯定是下载了某些软件 才导致他的先路为主 都是以先路为主的意见来认定我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认定我是国该 我的前辈被盗走 我被前辈盗走 我这样大比数目 银行也是应该通知我一生 而不是轻易让那些歹徒拿出去 银行机员有跟我 不得的跟我讲说 他们有把电话跟我确认 但是我是真正没有接触到他那个电话 我太太起身后看到我的手机有应用程式 通知说我们转账成功那个信息 而不是短信 然后我对他太太跟我讲说 你去看一下你的户口里面 是不是有发生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就赶快起来看咯 检查咯 一检查看下我 已经被人用转账的方式 以七次的不同转账出去 然后至于 我网上才会发现 因为前面给我发现提示 所以当天那天 中午那段时间 我都是在处理 的事情跟那个 警察局的事情 对这种发生的一些些 应该套取的反向 非常的有努力 使到人性团管 每个人都担心他的财 这个其实可以给人家拿着 所以价格整个方案主持 包括这个警方 这个三月调查 但价格局的一个 即刻采取行动 我来调查这个事情